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会达到豪雨等级 杨明山樱花在雨中开得灿烂 摄影师照相机拍得更用力 为了欣赏这美丽花海 大批民众帽着八度的低温清早上山 帽子口罩 手套全出笼 穿雨衣不止防寒 更要防冰冻冻的刺骨寒风 真的是有够冷 冷气团已经升级到强烈等级 周一清晨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台中无期11.2度 气象局警告金马外岛甚至会冷破10度 要到假期最后一天才有机会回温 从明天白天之后 冷气团 冷空气的强度逐渐的减弱 各地的温度就会稍稍回升 周三到周五这段时间 不止温度上面持续的回升 降雨的情况也会逐渐缓和下来 虽然说雨会减缓 但时间可别听错了 因为那是假期结束后的事情 周一周二还有新的水气移入 尤其中部以北地区甚至可能下豪雨 整个二二八零假低温加上雨势 对北台湾的民众来说 真的湿冷的很有感觉 金台女士 宗布导